第2511集 他们 听到这话 君墨冷然一笑 这些无耻之徒 已经被我亲手抹杀了 你们若是再敢叫嚣 也是一样的下场 现在立刻给我滚 听到这话 君家众人气得险些吐血 但却不敢和君墨撕破脸皮 最终还是冷着脸转身离开 大长老带着一群人 回到骨血圣殿 面色阴沉地坐在守卫上 开口说道 诸位 君墨这个君家叛徒 狂妄至极 如今他回到君家 必然触怒了九寒门 你们说 这事怎么解决 文言 三长老目光闪动 忍不住开口说道 这件事 全部都要怪君天爷和君朝阳 这两个人身为君墨的直系长辈 竟然让君墨如此放肆 他们两个要受到严惩 此话一出 君天爷和君朝阳脸色大变 连忙抬起头 看向大长老 却见对方目露杀意地望过来 显然对他们两个动了杀心 见状 君天爷二人更是心中惶恐 身体都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大长老 我有办法 我可以假装向我二弟认错 我是他大哥 他一定不会怀疑我 到时候我再给他饭菜里下毒 只要挟持了我二弟 他们夫妻两个 君墨这小子还是要听我们的话的 此刻 君天爷连忙看向大长老高声喊道 闻言大长老目光闪动 却是对君天爷的这个计策有些异动 随即便是一拍俯手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便联系九寒门 请求他们网开一面 到时候你便动手拿下君墨父母 我再亲手将君墨送到九寒门认罪 大长老立刻开口说道 随后 大长老便伸手掐绝 虚空中一道道血色纹路涌现 最终化作一汪血水 悬浮在半空 里面水波荡漾 血气恢弘 这正是君家联络用的术法 此刻半空中的血色水面荡漾 接着一张面孔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硬香云 嗯 是你们 联系我做什么 硬香云心中对君家有愧 也清楚君墨可能回到了君家 只等三日期限到了 便前往君家道歉 此刻见到大长老等人联系自己 不由得差一些了 而大长老看到硬香云 却是目录畏惧之色 硬香云的残忍诚性 他们可都是有所耳闻 而这次君墨回归家族 肯定惹怒了硬香云 若是对方降罪 那就麻烦了 因此 大长老惶恐不安地开口说道 太上长老大人 君墨这叛徒不懂事 竟然敢从九寒门逃回来 我会亲手将君墨抓住 将他送到九寒门 还望大人莫要怪罪 听到这话 硬香云不由目光古怪起来 看来君墨并未将九寒门发生之事 告诉君家众人 不过想来 君墨在九寒门亲手杀了那些君家侍卫 应该与君家并不融洽 不将九寒门发生的事 告知这些人也实属正常 此刻硬香云不由地露出莫名的笑容 随即开口问道 据我所知 君墨的血忧骨体 对你们可是有着极强的压制力 不知你们如何将君墨抓来 亲手送给我 文言 大长老面色一喜 看出来硬香云似乎并没有动怒 连忙开口说道 此事好办 君墨是个孝子 只要抓住他父母 便能让他老老实实听我们的话 大人您放心 这二人是君墨父亲的亲兄弟 君墨父母不会对他们怀疑 他们会亲手抓住君墨父母 到时候 君墨必定会再度前往九寒门 听到大长老这话 硬香云却是陡然大笑起来 下一刻 目光森然地看向君天爷和君朝阳 你们两个 君墨作为你们的子侄至亲 他的父亲作为你们的亲兄弟 竟然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此话一出 君家人全都愣住了 硬香云不是想要得到君墨吗 此刻为什么这么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君家人的疑惑 硬香云目光漠然 实话告诉你们 君家老祖修炼走火入魔 是老朽出手所害 此事宗主已经教训了我 过些时间 我会亲自前往君家 救治你们老祖 还会给你们跪下道歉 而夜晨和君墨将是我九寒门的贵客 你们这些人好自为之吧 说吧 硬香云眼中陡人射出了两道寒光 这森寒光芒可怕至极 竟然透过血色水面 直接出现在古血圣殿之中 将军天野与君朝阳的身躯 洞窗 此刻军天野二人惨叫声响起 他们的修为竟然被硬香云废了 这两个无耻至极的家伙 我替君墨出手教训一番 具体要怎么惩戒他们 就是君墨的事了 随即 血色水面溃散 硬香云的身影消失 整个古血圣殿 所有人的面色都古怪至极 甚至都凝固了 目光呆滞地看着倒在地上 惨毫的军天野二人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事情最终竟然发展成这样 君墨回归非但没有触怒九寒门 还成为了九寒门的贵客 而自家老祖修炼走火入魔 竟然是硬香云亲手所为 硬香云算得上是 君家的生死大招 而他们却要将君家 最具潜力天赋最强 激活了血由骨体的君墨 亲手送到硬香云手上 君家众人得知了真相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也感到无比的羞愧 此刻一个个是面色灰白 与此同时 君天野和君朝阳 却是更加惶恐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君墨一家 做了无耻至极的事情 如今君墨成了九寒门贵客 他们两个的下场 可想而知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正是大长老 此刻他目光杀气森森地 看向君天野二人 直接开口贺令道 来人 将两个家伙压起来 送到君墨家里去 交给君墨处置 下一刻 大长老一众再度来到君墨家中 全都跪着道歉 同时将他们联系 九寒门发生的一切 都告知了君墨 并且亲手将君天野和君朝阳 送到君墨面前 任其处置 听到众人所言 君墨目光冷然地 看向君天野二人 这昔日最亲的人 却对他们一家下手最狠 君墨眼中有着无可抑制的杀意 不过当看到父亲复杂的眼神 君墨最终还是白白手 开口说道 让他们两个滚吧 从此逐出君家 再也不要回到无双古城 都听你的 此刻 大长老一脸讨好的答应下来 随即看向其他九名长老会的成员 异口同声地开口说道 君墨 你天赋超绝 心怀宽广 我们长老会一致认为 只有你 才配成为君家家主 还请君墨家主上位 还请君墨家主上位 此刻 一众跪在门前的君家人 都高声大喊 很多人都是发自内心 了解到真相后的他们 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 君墨的作为 他们都看出来君墨的为人 值得他们敬重 配得上家主这个位置 只是此刻 君墨看着大长老等人 却是默然地摇了摇头 家主之位 我不会担任 只希望你们这些人日后 好自为之 别再做出这等无耻之事 闻言 大长老等人面色震动 以为君墨是在赌气 坚持请求君墨担任家主 不过君墨的态度却很坚决 不愿意当 最终将他们全都喝退 随后君墨在家中 陪父母相处了一日 他成为了九寒门的贵客 父母在君家的地位 也必然上升 以后没有人再敢招惹 与父母相处一日之后 知道父母以后 不会再遇到麻烦 君墨便再度告辞 他要去找遮天磨地 经历了九寒门一事 君墨对夜晨的友情 更加深厚 心中也是更加清楚 夜晨未来的成就 不可限量 而他与夜晨的联系越紧 他今后的成就 也会越高 遇到夜晨 是君墨这一生 最大的机缘 君墨心中认定 以后不论如何 一定都要跟随夜晨左右 而在另一边 夜晨也根据 罗怀安所给的位置 找到了卫影修炼的 笔棺之所 这是一处高耸入云的 浩荡大山 大山的顶部 有无穷冰雪覆盖 森染冷气 甚至化作一冰冰冰雪刀刃 在天穷之上呼啸 如同一处森寒地狱一般 此刻夜晨踏上着大山 一步步向着绝寒山巅走去 同时他还察觉到一股 深邃浩瀚 灰红磅礴的气息在流转 这股气息极为浓烈 充斥着熊熊战役 和无边杀役 极为可怕 让夜晨面色微宁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很快 夜晨便登上绝寒之巅 他看到了山巅盘坐着一道身影 正是熟悉的那名神秘女子 绝寒帝宫的公主 此刻这位神秘女子 显然正在突破 而且到了突破的关键节点 甚至都已经引动了异象 在神秘女子的周围 一道道灰红的战气 杀意流转 甚至有一头头 猙獰可怕的修罗虚影出现 向着神秘女子 发出怒吼 看到这一幕 夜晨目光闪动 神秘女子此刻的气息 有些紊乱 似乎在突破中受到了影响 心神不宁 才导致这样的情况 只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夜晨也无法出手相助 他帮忙 反而会让神秘女子的处境更加危险 毕竟两人所修的功法 并非同源